第一次 如果這隻黃鮮餃子 我會願意來吃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各位是今天有什麼事? 又到了每月的吃到老四月啊 我們這次要去的地方 有點成溫就夢的感覺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會知道說 這裡是哪裡 一定是很相似的 這個停車場我們有介紹過 一個小時30年 如果要去今天這個餐廳吃的話可以來這邊請 我們到了 我們走到了 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哇 這裡有一個很獨立的一個樓梯 看起來非常光潮耶 每個座位都很漫長 他有獨立的弄一間一間包廂住 蠻有力的私感 來吃這個生意品 看起來就超平鮮的 這夾起來 你看一下 干貝這樣子 非常軟 沾一點醬油 超級新鮮 超級甜 日本料理的吃 對 沒有燒車味 鮭魚還蠻大片的很長耶 還有我的手指 手指長度 我咬了好多下 鮭魚的甜味就慢慢吃上去 它真的有點嚼勁 好吃 吃得清楚都好淺 真的 看到這些就還行 鮭魚窩壽司 上面有點炙燒 然後撒一點蔥 它的飯很紮實 壽司米糰彎很Q 沒有聲音騙天 它有淋那個柚子醬 六指 到底是哪一個 六指 也有金桔 六指 醬油 金桔 也在上面 那我直接 單邊的我會再講 這焗烤一上來 整個 超香 自燒跟焗烤味 這個 一直在沖我鼻子 Oh my God 香到爆炸 它這個起司味真的濃郁 很甜 然後也有起司的香味 吃起來的口感是 很香的海味 非常好吃耶 加神 然後一咬進去那個 海味就一直吃 非常三倍 燙烤好熱熱的 這就是要整坨給它 挖乾淨 整口吃下去 才會打口滿足 有什麼幸福的臉啊 很厲害 這個組合 裡面好像還有放一點 白醬的感覺 吃起來那個奶香味 真的好香 所以好像很重耶 很淡 完全不新耶 超級新鮮 超級新鮮 生蠔的鮮甜這個 欸它這個鍋子超棒的耶 它鍋子很深 大 就煮蟹餃 煮超多的 直接丟下去 對 全部大部分 這個是芋頭貢丸 手工貢丸 芋頭 它的芋頭好香喔 它有那個牛蔥的香味 很Q 就原本的那個 彈性 有彈性 吃得到那個肉絲感覺 它芋頭應該是有炸過的 那個香氣實在是 十足的 甜的來100顆 甜甜的 這是一顆 可以拿100顆 喔 很清爛昆破味 等一下煮海芋下去 就整個提升 這是我最期待的肉 有啊 很漂亮耶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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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看 這麼大片耶 如果手張還大喔 是牛小孩是不是 這是牛 你看 妳咬著咬著 那個油花就慢慢的上滑出來 貼得薄度啦 不會太薄喔 有點厚度 喔 劍島澳洲分手 欸 它顏色比較深耶 下去之後也比較深 它好像 瘦肉感比較重喔 你剛吃下去 是有一點點牛沙味的 偏重 然後從來回來吃出來 可以這麼軟 對啊 為什麼每一種都很軟 它算軟 對啊 而且它是全瘦肉 一比利豬 奶 它比剛剛那個牛小孩更軟 非常香 有豬香味 一秒幾下就 一片就化掉了 太好吃 它裡面的這個海膠 超人真的香氣啊 有那種鮮甜的高糖味 其實我常常吃海膠 但是它不會有那種 我覺得海膠的味道 它蛋非常嫩 非常細緻 但我覺得它口味也算清淡 它這裡就是完全好像沒有 理所謂的地方 食材的原型 在爸爸媽媽來吃很適合 然後這邊的音樂啊 新音樂慢慢的 可以在原鄉的飯店吃飯 慢慢吃飯 我覺得 對 雖然說它有限時 就是很適合 你一家人 因為這個座位還滿滿小的 就算是有點高檔 安靜 慢慢用膳的感覺 然後目前吃起來 都在一個level上面 對 只是個人喜好而已 沖醬也非常炒 非常大片耶 軟 這邊的唯一 反應是中文 它是雪花牛看起來非常高級 你看它給的肉都是非常大片的 雪花牛就比較 肉比較紮實喔 然後它好像也是有一條筋 這個我就沒那麼愛的 但是它的牛香味還是有 如果喜歡吃肉質偏 比較有嚼勁的人 我覺得很適合點這個 我滿滿愛喝龍酒那種 還有白酒的 我覺得這個調酒啊 沒很愛耶 吃酒的朋友 愛酒的朋友 就是點啤酒 調酒呢 就是給對酒精不太喜歡的老闆 就是龍蝦花壽司 裡面有龍蝦肉 然後上面就是鮭魚卵這樣子 它裡面太多東西了 我又是不太會講鮭魚的 我只會說話不好吃 它比較複雜 它算不錯 我今天是很難平分啊 很多東西都有在示範一下 那請問那些酒呢 我來下那個蟹餃囉 今日的最主角最重點 你看看這個蟹餃多大CAMP 這一隻湯匙這樣子 有發現它這個 穿這個的是 米杯 也太可愛了吧 它還有幾個米杯啊 對啊 大頭要買幾個啊 你看這個還有含那個 身體的部位 大腿的感覺 這隻肉也很多 這隻肉很多對不對 各位觀眾 我要吃囉 謝謝 為了這個電王蟹餃 我會願意來吃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我親節就找你媽來了 欸真的可以耶 約起來了啦 你媽應該很喜歡 你知道外面一隻蟹餃 是多少錢嗎 不知道 不會不知道 總之這也可以吃到飽 趕快吃一口看看 有回到日本的感覺嗎 有 如何 剛剛來到Its Park 這靠 腳很貴喔 一定在那邊吃 腳很貴喔 它真的都很好吃嘛 真的 它剛剛在我家說那種料的醋醬 它鮮甜真的是 就好像 我剛才去 竹圍漁港撈起來的 是有點太多嗎 對 夠新鮮 然後肉又多 然後又不吝嗇給那麼大隻 有些吃到飽可能還 不會讓你有這麼大隻的 就可能就細細的講話 這應該是我今年 吃過最好吃的一場 我今年也才四月 哇 這個 我期待很久的 那第一隻 還是軟蹲的 整個都 就是那個蟹架香的 對 看它的鹹度 可是這是那種海鮮的鮮甜度 整頭吃 我 幸福百分百 其實像換人 它的肉汁就是整個肉絲 對 你吃的時候 這整個肉跟肉汁 整個爆炭 對 它不會流失掉 很可以 這個真的要 多來幾隻 給它吃到 我自己開心了 然後那邊吃 肉絲都算蠻好的 你說看你喜歡什麼 點心 喜歡吃海鮮 可以來專攻海鮮 因為它沙子也很大的 這個蠻足度會比去飯店吃到飽 那個蠻足度還好 可是比較會跑來跑去啊 對 你喜歡的都放在你車上面 然後就直接開煮開吃 然後還幫 有人幫你煎好 大部分飯店吃到飽 也沒有這種地方吃 CP值非常高 我認為真的是這樣 真心覺得 每次沙漠慢慢的 不是沙漠 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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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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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有點像碗粿 很香耶 黃豆粉 黑糖我有點吃不太出來的 味很膩喔 我覺得很清爽的一個甜點 好吃 我之前非常喜歡豆酒的布朗尼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跟豆酒的布朗尼一樣 同一家吧 好香喔 巧克力味 你不用這樣我都聞得到吧 很香耶 非常好吃 但是它不會太膩 然後它有加鹽 所以它就是鹹甜鹹甜的 然後裡面的熔鹽真的是 perfect 我真的非常喜歡他們家的甜點 餡料的都比較好吃 你知道嗎 天虎的巧克力 好香喔 巧克力味 甜點我會推薦布朗尼 不喜歡太甜的人 就點剛剛那個果凍 我覺得滿適合 又在講滿適合爸媽 不喜歡太甜 然後他們又會吃黃豆粉這種東西 所以就非常適合帶爸媽來吃 會不會吃得很開心喔 不熟的人可能會 不知道怎麼進來這裡 以為只是可能 路邊廣道的感覺 我們熟就是以為這樣子 但其實它是裡面一間 二樓隱藏的店面喔 推薦大家來用餐喔 喜歡喝酒的朋友 也很適合來這邊小桌一下 喝到飽吃到飽 這個Glam是 目前奧迪的版本 我滿推薦可以來試試看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下面也開啟小鈴鐺 因為我們每週都會上片 而且每個月都會上吃到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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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不要亂說